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保佑无效 36岁秋幸男子无业游手好间,半年内涉禁二十起窃案,为躲避警方追击 他多次偷机车做逮捕工具,为求心安,甚至跑去参加大假妈组绕景进乡活动 但23日偷机车时仍被警方逮捕 远警看见秋男身穿印有大假妈的衣服,摇头直呼大假妈只会保佑好人了 警方指出,秋男有怯道,毒品前科,今年6月才因他案遭苗立远方裁定收押 7月刚交保出来不思反省,又重操就业,四处锁定停放路边的机车 窃取后就换上自制变造车牌,并将引擎号码磨除 骑个两,三天便丢弃,再偷下一辆 警方表示,秋男到处骑驻脏车在新竹地区间晃 观察住户生活习性,一发现有民众多天不在家 就大胆闯空门,将屋内定器用品搬个精光 将偷来的物品贱卖换取金钱 让不少民众或警方恨得牙痒痒 警方23日巡逻,远远就看见秋男投机车忙得满头大汉 便沿路搜证,确认犯罪事实就将他逮捕 警方针去时看秋男身穿一件印有大假妈的衣服 一问才得失他窃盗为求心安 竟跑去参加大假妈组绕境活动 不过贼心该拜,警方初告诉他大假妈只会帮助属于正义的一方 也劝他出狱后要重新做人